居家北欄小精灵 以后在半月出没在人类的办公桌 将各种物品搬出摆在桌上 我决定死守我的住民 维持了三天 看看你手绘版的后面 不 不 看什么 根据埃及金字塔内石碑记载 居家北欄小精灵 是一种天生背包的小生物 最不喜欢整齐的事物 最喜欢打乱有秩序的事物 藏身于人类的房子之中 将房内搞得乱七八糟的西北欄 一直以来把这资料当作谣言的 就在最近我深受其害 家中的异样 最近因为疫情的原因 实施在家工作的活动 但家中却开始发生异样 你怎么桌子那么乱 什么桌子 这是我的桌子吗 三天前我的桌子是这样 而现在不知任何原因 我的桌子却变成这样 而我却没有任何桌子变成这样的记忆 根据种种的迹象推测 当时的我知道 是居家北欄小精灵 居家北欄小精灵 只好在半月出没在人类的办公桌 将各种物品搬出摆在桌上 日复一日 人类不会发现 等到发现时 桌上已成为垃圾堆 非常之可恶 于是 我背负着耻辱 收拾完后 我决定转换心情 到客厅工作 到了客厅后 我准备拿出手绘版 根据记载 有部分的居家北欄小精灵 生活在人类的后背包中 只要背包中放入电源线 手机充电线 耳机线 居家北欄小精灵 就会把它全部打击 所以不管放进去钱 你多么平稳的放进去 最后拿出来 就是全部打击 而人类节电线结完 已经花了30分钟 工作的心情 已经完全被破坏 工作效率大幅减低 我为了转换心情 再度进入工作模式 我决定先去阳台 收衣服 呼吸新鲜空气 袜子都烘干了 还怎么 为什么喜欢你的袜子 每双都少一只 什么 难 难道 有一部分的居家北欄小精灵 居住于洗衣栏内 会趁人类不注意时 将袜子的其中一双拿出 藏在家中某处 通常藏在床底下 柜子底下 柜子之间 或桌子底下 各种黑暗 人类看不到的地方 居家北欄小精灵 发什么神经 于是 我决定跟居家北欄小精灵宣战 死守我的座面 只要坐上 一看到义务 我就把它直接烧掉 不要瞎摆好吗 就这样围起了三天 哼 三天 桌上没有增加任何东西 真是太棒了 你给我看看你手绘版的后面 不 脚下 脚下的电线全部打击 后面 后面怎么用衣服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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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欄小精灵会蒙蔽人类的双眼 让你看不到脏乱 当你发现时 一切 已经回不去了 如何战胜居家北欄小精灵 经过了在家工作这段时间 与居家北欄小精灵的斗争 我终于找出 能战胜居家北欄小精灵的战法 不战而设战 居家北欄小精灵 会让房间很乱 很乱 就让他乱 乱到一个程度 他就无法再乱 而战胜居家北欄小精灵的人 都是于他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运用记忆 能够在居家北欄小精灵的场域中 找出其秩序 并且轻松找出自己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乱中游戏 不只可以训练你的眼力 还能训练记忆力 刚达到乱中游戏的完美平衡时 你已经战胜居家北欄小精灵 太强了 已经没有办法再乱下去了 可 可恶 工产名稍微 房间给我整理干净 好好好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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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 功亏一篑 完美平衡被破坏 将居家北欄小精灵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会再度这样 看 又是一场硬仗 居家北欄小精灵 工羨区 你或你朋友家中 是否有某些取语不明的出现凌乱状 而让你悖念了 你不需要观念你的人 因为他们不知道 你被居家北欄小精灵所定下 叫他们来看这集片 或将这集影片 分享给全世界 让所有受害者 能够得到救赐 在此成立 居家北欄小精灵 不幸会 哦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